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月7日 星期六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海關說最新討論是害怕通關過後 會否有搶藥潮 另外若然有一些旅客帶備大量的藥離境又會如何處理 海關有最新的回應 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邊商話說北角有一間藥房的男店員被捕 涉嫌受未經註冊的新冠口服藥 這件事在1月8日通關前直發生 會有啥啟示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和各位一起看看一則車鏡片段 在提及阿隆祥道 話說有部車不讓電單車切線 結果相當驚險 上映了1分鐘的搶位戰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經 事不宜前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海關說若發現旅客的行李箱裝滿止痛藥 而並非自用 將會執法 報道的流行文是這樣的 政府宣布星期日1月8日開始 將會和內地實施首階段免檢疫通關 在昨日1月6日海關在諾馬州支線口岸進行演練 海關副關長陳子達表示保安局日前率領紀律部隊 在敏感度管制站諾馬州支線和深圳灣管制站進行演練 認為準備充返 相信通關當日口岸的運作會暢順 被問到水貨客的問題 陳子達認為首階段通關有配額限制 通關初期不會出現大量水貨客 但不排除逐步放寬通關過後 水貨客會有死灰復燃的情況 至於旅客攜帶受管制的藥物出入境 陳子達表示 旅客是需要出事由衛生署簽罰許可證 否則可能被檢控 若攜帶的藥物是作自用的用途 而且數量合理就可以獲得豁免 他以止痛藥為例 一般人都是多合理 正常人使用都是合理 都可以被他攜帶過關 但如果有人戴整個行李箱都是止痛藥 很明顯他不是個人使用 我們便會採取執法行動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海關被問到1月8日通關了 若然有旅客來到香港瘋狂購物 買東西離開香港的時間 可以帶走多少藥物 其實這個一直都沒有說得清楚 海關那邊說 若然帶幾盒自用便沒問題 不過若然整個行李箱都是止痛藥物 即不是自用便會採取執法行動 若然這樣買10盒又可不可以 20盒又可不可以 即是考慮人 因為整個行李箱都是止痛藥物 便會採取執法行動 若然四分三個行李箱 即是中間有衣物 暫時說得不是很穩陣 因為沒有一個數字 結果到時會有多少女客去挑戰這件事 便不得而知 現在只知道內地相關的藥物都炒得貴一貴 會不會有更多女客挺而走險 真是未知 加上準則都非常模糊 若然各位自己不想便麻煩留意一下 一來以免惹官非 二來會不會有水貨客或內地旅客 特地來到香港的目標就是買止痛藥物 到時就不要說裝滿整個行李箱 裝滿一半又行不行 這真是考慮 亦要看看稍後有沒有確實 會採取執法行動的個案 另一邊雙亦說說這宗消息 手中未經註冊的新冠口服藥 有藥房售賣 結果北角藥房的男店員被捕 報導的流文是 早前報導有藥房出售新冠口服藥物 衛生署在昨天與警方採取聯合行動 發現北角區一間藥房售賣其中一隻 懷疑未經註冊的藥劑製品 一名41歲的男子涉嫌非法售賣未經註冊藥劑製品 及在沒有醫生處方的情況下 售賣第一部附表的三毒藥被拘捕 第一宗是售賣未經註冊的新冠口服藥 據報那種藥是印度出產的訪製藥 衛生署發言人提醒所有已註冊藥劑製品 在包裝上是會附有香港註冊偏好 已經購買相關產品的市民 應該立即停止使用 如果吃了之後有些不舒服 應該要諮詢醫護人員的意見 據報當中新冠口服藥俗稱六盒 是印度製造出來的訪製藥 內地最新售價2500人民幣 10分搶手 代購人指現貨一到國內立即發光 以上是折落於HK01的最新報導 北角藥房有位男店員被捕 留意是店員 不是老闆 究竟內情如何 另外是否冰山一角 各大藥房也有口服藥的訪製藥買 內地有價有市 於是有機會 會否來到香港買一些 上去上面有炒過 若是如此 到其時通關過後 人流一定會非常多 另外和各位網友一起看看車鏡片段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一輛四驅車阻止電單車切線爬頭 農場道上演了一分鐘的搶位戰 報導的內文是如此 路上靈意外當然最好 但仍然需要靠所有道路使用者合作 昨天網上流傳三段車鏡片段 有一輛四驅車疑似阻止電單車切線 引發一場馬路搶位戰 多次互相爬頭搶位鬥車 其間更加一度發生碰撞 險象還身 無視雙白線或其他車輛安全 有關片段未有顯示示發時間 當時那輛四驅車沿龍長道行駛 到黃大仙中心對開的時間 一輛電單車駛至企圖切線 四驅車未有商量 反而踏油向前阻止電單車切線 電單車司機未有放棄 再接再例緊貼四驅車 希望可以切線超車 沒多久兩輛車更加發生碰撞 險象還身 雙方展開一場為時 有一分鐘的馬路搶位戰 每當電單車企圖爬頭 超前的時間 四驅車就會扭泰阻止 最後現場交通情況 開始出現緩和 四驅車和電單車 相繼切線駛 片段就此結束 片段一上載就引來網民的關注 紛紛批評四驅車司機 完全罔顧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就說這樣開車其實是影響其他車 一出事就糟糕 後悔莫及 也有人說人家皮包鐵 為一時之氣 又何必刻意拿人命呢 各位網友看過片段之後 不知道覺得離不離譜 整個過程長達一分鐘 基本上電單車想設線 那輛四驅車就不允許 於是當自己打機 左擋右擋 一分鐘過後 四驅車就設線洗尼 緊隨電單車離開鏡頭 事件未知有沒有下文 另一則數字 根據HK01的報道 深圳赴港今天開始網上預約 暫時有4200人拿了1月8日第一日的配額 來自HK01的報道 香港和內地1月8日首階段免檢疫通關 供內地旅客預約南下深圳市六路口 按赴港的預約系統已經開通 每天一共開放涉及深圳灣福田口岸等 51,000個名額 截止昨天下午2時 1月8日通關後頭5日 即1月12日登記仍然有大量餘額 通關的第一日 一共有4,234人已經預約 佔總名額8.3% 換言之仍然有246,000個入境名額可預約 名額最多的福田口岸 暫時有近2,500人預約 都是第一日南下來到香港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數字 通關第一日究竟多不多人 除了在北上外還有南下 這是重要的信息 看看市面的情況 最關注疫情 若然新的變異病毒株 XBB.1.5的擴散程度 有沒有加大 這也是我們所關注的題目之一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拜拜 好 好